世界新闻一览 美国结束从阿富汗撤军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向阿富汗的塔利班发出呼吁 中国限制未成年人玩在线游戏的时间 德国默克尔总理逐货绿色和平组织成立50周年 美国结束从阿富汗撤军 随着最后一批士兵从科布尔机场撤出 美国结束了他在阿富汗的近20年的军事任务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将军说 这也意味着离美国人门友和寻求保护的阿富汗人的军事任务的结束 当地时间五月前一分钟 最后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从机场起飞 美国总统拜登定本周二为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最后期限 塔利班庆祝美国军队的撤离 因为塔利班的发言人在推特上说 他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完全独立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向阿富汗塔利班发出呼吁 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加大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压力 要求他们维护人权 并让想离开该国的人不受阻碍的离开阿富汗 在罕见的一致意见中 安理会批准了这方面的一项决议 该机构还要求维护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该决定是以13秒赞成做出的 拥有否决权的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中国限制未成年人玩在线游戏的时间 中国希望通过严格的限制措施 减少未成年人对网游的迷恋 今后儿童和青少年 每周只允许玩三个小时的游戏 他们可以在周五周六和周六的晚上 从八点玩到九点 在所有其他时间 网游公司将被禁止提供游戏 以前每天允许玩游戏一个半小时 公共假日游戏三个小时 德国默克尔总理逐货绿色和平组织成立五十周年 总理默克尔在一个仪式上 逐货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成立五十周年 他在庆祝合同会上说 没有绿色和平组织环境保护方面的许多事情 就不会被取动 他举例说 国际补金委员会在1982年禁止商业补金 并保护南极的职员不受商业性的开产 绿色和平组织现在超过5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在全世界有超过300万的支持者 包括在德国有超过60万的会员